随着全世界净零碳排的风潮 清洁能源氢气成为一项优先选择 澳洲一所大学成功在不预先处理海水和使用贵金属电击的情况下 直接电解海水生成可燃烧的氢气 且过程没有沉淀物产生 澳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阿德莱德大学研究团队发展出新技术 让海水不需要拖延、净化、减化和使用贵金属的情况下 分解出可燃烧的氢气 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在1月底被发表到《自然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让多氧化骨附着在碳纤维上 使其成为海水的阳级和阴级 并测试多氧化骨在减化海水含1.0mKOH和的天然海水种表现 发现多氧化骨在减化海水中拥有更高的电流密度 在1.81伏电压中提供100毫安Cm2的电流密度 另外多氧化骨在减化海水中的电流密度表现 也比使用两款贵金属电极更佳 这两款电极分别是链木和含铁的抢极氧化链博碳二氧化骨 不过科学家发现 多氧化骨在减化海水电减100小时后 电流损失47% 而在无添加的天然海水中 使用50小时后 电流密度会降至0 经研究发现 这种衰减来自于海水中的氯离子和沉淀物对电极的腐蚀 为了降低多氧化骨电流衰减 他们将多氧化骨表面涂上一层三氧化骨 结果显示 这样的电极能够电解海水长达200小时以上 而且过程中电流几乎不衰减 实验中 他们并未将海水减化或酸化 只是过滤里面的固体和微生物 这种电极周围会生成大量的氢氧根离子 从而抑制了海水中的氯离子附着和腐蚀电极 若只使用多氧化骨 则会观察到许多氯离子附着 从而腐蚀或氧化电极表面 此外 氢氧根离子也会让电极附近碱性化 而氢氧根离子会与海水中的碳酸氢氧氧 形成水和碳酸根离子 进而防止海水过减 同时也避免了氢氧根离子 与海水中的鎂离子和钙离子等氧离子结合 形成氢氧化酶和氢氧化钙等沉淀物 最终 他们测试了这种电极大规模制造氢气活动的稳定性 在大规模电解过程中 科学家并未对海水进行进化 拖延和添加强碱 发现能依照上面的实验语论正常运行超过100小时 且产出的氧气和氢气纯度高达90%左右 电解过程几乎没有氯气和氢氧化物复产物 科学家认为 这项结果相当有商业竞争力 阿德莱德大学乔士章教授对阿德莱德大学新闻社表示 我们在商用电解槽中使用非贵金属且廉价的催化剂 将天然海水以近100%的效率分解成氧气和氢气 化学工程学院郑瑶副教授接着表示 若用我们的方法 就能在商业电解槽中分解海水 而分解海水产出的氢气纯度 接近于那些使用薄一贵金属电解水产出的氢气纯度 郑瑶副教授说 现在正在寻找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 对氢气的需求增加 以前是利用淡水电解生成氢 但淡水资源是有限的 对于靠近海岸的地区来说 海水几乎是一种取之不竭的资源 同时又拥有大量天然的原料电解质 它补充到 过往拖延和去离子的传统电解槽 都需要事先将不存水处理到一定纯净程度 但这些会增加运行和维护成本 现在我们则提供一种无需加减和预先处理 就能直接利用海水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行划 我们需要规程